那十九 基督的降生终止了礼仪律 礼仪律的圣洁意义仍然保留 现今教会礼仪 礼仪是若是多余的 也是有害的 那么教会崇拜如何规范 第一肯定不会照着旧约律法里面 要求的礼仪律 但是礼仪律里面的精神仍然保留 所以新约里面 奇妙的是 上帝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套完整的 细致的礼拜程序和仪式 原则性的 神的话包括洗礼和圣餐是肯定的 已经颁布了 已经耶稣亲自命令了 至于具体的礼拜的程序 初代教会很多的时候 是延续了犹太人的礼拜 特别是后期 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 分散到各地的会堂 所以包括巴比伦被弩等等 犹太人被弩归回之后 形成了很多犹太的这样的形式 会堂 这种会堂不只是礼拜 商议会议 处理各种重大事件的这种场所 礼拜场所 什么法庭 什么处理各种事物的场所 所以那种会堂式的 会堂式就不同于圣殿 以前圣殿 特别圣殿被毁 主后70年提督将军毁了以后 祭司就废掉了 没有用了 因为什么没有祭坛了 没有会墓了 这个祭司就没有了 主要以律法为中心的这样的会堂 诵读律法解释律法等等这样的 叫劝勉判断这样的过程 所以那里面也有诗篇 也有诵经 也有祷告 也有什么祝福之类的 初代教会很多是延续犹太人会堂 这样的传统 因为大部分初代教会的人都是犹太人嘛 所以有些东西还保留下来了 什么诵读诗篇的 诵读圣经啊 然后讲解啊等等 然后渐渐的后来历史上也形成很多的传统 这个单独的科目叫做礼拜学啊 礼拜的历史啊 礼拜的仪式啊等等 制定礼拜的程序 你所属的教派可能也有一定的传统规范 我属于长老会啊 什么韦斯米斯特 这个信仰告白啊 礼拜规范呢等等 有些指南啊 这是一些规范 它不是很多细节 必须怎么怎么的那种律法式的啊 所以礼拜里面既有规范性又有自由性 这是一定要寻 两个都要兼顾啊 有些东西一定要严谨 有些东西是相对的自由 所以这个我就在这里不多讲了 要讲就 话就要多了啊 OK 那问题就解答到这里了啊 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问题 我们下期视频